外盘头条 俄乌局势升级 俄股市创08年来最大跌幅 围绕乌克兰的对峙升级 欧洲股市和美股期货下跌 俄罗斯股市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 如故连续第三天下跌 斯托克欧洲600指数 跌至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盘中水平 1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期货下跌 美股现金交易市场 周一因美国价期休市 俄罗斯MOEX指数一度下错14% 克林伍林公表示 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之间 没有进行会谈的具体计划 投资者随后撤出股市 普京表示 可能会寻求正式承认争议地区 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美国十年期国债期货上涨 暗示避险需求回归 美债市场周一亿因假期休市 连由期货走高 公司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在MOEX指数中跌幅区前 均下跌超过10% 美联储理事Michelle Woman支持3月加息 并表示加息幅度应有经济决定 同时承认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 我支持在3月的下次会议上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而且如果经济按我预期的那样发展 未来几个月再次加息将是适当的 Boman说 据他准备好的讲话稿显示 我将密切关注数据 以判断3月会议上加息的适当幅度 他周一在加州棕榈沙漠 参加加协会社区银行会议 美联储正面临40年来最热的通胀 希望通过从接近零的水平上掉利率 并缩减庞大的资产负债表 来开始退出抗议支持措施 但他们对行动应当多激进存在不同的看法 被提名为美联储副主席的资深官员 Lei Vernon 以及纽约联储行长张Williams周五表示 他们准备在3月采取行动 但Williams反对50基点的升幅 并指出他没有看到 一开始就迈出一大步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英国首相约翰逊证实 英格兰将会撤销防疫限制措施 成为第一个宣布 完全撤销疫情相关政府限制的主要西方国家 此举对约翰逊而言可谓一大提振 约翰逊周一在议会下一月表示 从本周四起 新冠病毒感染者将不再需要依法进行自我隔离 但仍建议避免外出 从4月1日起 对全民免费的新冠检测也将结束 我们将取消所有剩余的国内法律限制 约翰逊周一在下一月称 我们希望民众行使个人责任 约翰逊宣布与新冠共存计划之际 每日感染 住院和死亡人数仅在下降 但批评人士称他操之过急 从周四开始 其他的变化还包括不再要求 已接种疫苗的感染接触者进行7天的检测 同时也不再要求未接种疫苗的密切接触者 必须进行自我隔离 策略师密搜阿曼特卡表示 认为经济放缓会拖累股市的悲观预期是时下的风潮 但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大家应当忽略当下实行的 普遍的经济放缓观点继续看好银行 矿业 能源 保险 汽车 旅游和电信板块 麦特卡和他的团队周一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他们指出 过去六个月与贝敦预期完全相反的是 内部因素再次变得更加利好了 今年以来的跌势 似乎给看控观点提供了理由 例如的Michael Wilson数月来主张 加息和宏观经济背景的弱化 将标志着股市大涨的结束 与此同时 美银的Michael Hardington策略师上周五重申 不断上升的利率冲击会演变为衰退冲击 并建议做控股市 但的Mateca确实不同观点 我们认为 鉴于融资环境仍然极为有利 劳动力市场非常蓬勃 消费者负债水平较低 企业现机流强劲 且银行资产负债表稳固 因此预计经济衰退的观点是错误的 德国央行表示 奥密克隆变异注引发创纪录的感染潮后 经济活动遭到拖累 德国可能因此陷入了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 根据德国央行周一发布的阅读报告 去年第四季度萎缩0.7%以后 第一季度经济可能显著下降 与先前几轮疫情不同的是 不仅是服务业受到了限制措施的冲击 而调整的行为 德国央行指出 与疫情有关的工人缺勤 也将显著冲击其他行业的经济活动 然而 复苏可能很迅猛 周一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商业调查显示 2月私营部门活动增速为6个月以来最快 制造商称供应链瓶颈进一步缓解 德国央行在报告中称 由于需求非常好 只要且疫情继续消退 经济应当会在春季强劲反弹 据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应用 Truth Social于当地时间 周日晚在App Store应用商品上线 数小时后就成为下载量最高的免费App 美国东部时间周日午夜前 Truth Social正式在App Store上线 这意味着备活等社交媒体平台封杀后 特朗普终于又重返社交媒体市场 周一早些时候 该应用就成为了App Store下载量最高的免费App 如果用户事先预定了这款应用 则Truth Social会自动下载到用户的设备上 据悉 由于注册踊跃 Truth Social上线后不久 就遭遇了半档机状态 持续了近八个小时 许多用户报告称 要么注册账号有困难 要么被添加到等待名单中 Truth Social对此表示 在未来数小时 我们将扩容 以确保更多用户加入到Truth Social阵营